香港唱跳男团曹蒙睽違13年 将在3月18号要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今天举办了记者会 他们以一贯华丽的服装献身 现场将近20位歌迷难掩激动的心情 曹蒙出道38年了 这回巡演第一站就选在台北 承诺会带来重新编曲的经典歌 宝贝对不起 更许愿希望艺人周杰伦 哈林等人都能来看演唱会 一贯华丽服装演唱会还没到 记者会舞台早就等不及 先来一首台语歌 香港唱跳男团曹蒙睽違13年 再度来台开唱 记者会现场播放过往演唱会 一首首经典嗨歌 3月18号才要登上小巨蛋 却已经掀起现场粉丝 满满回忆沙 很兴奋我很紧张 我其实很害怕 再次是五年前去香港看演唱会的 我是从小学 我30年了 宝贝对不起 不是不爱你 红遍大街小巷的这首宝贝对不起 将在这次演唱会重新编曲 这位演唱会没有嘉宾 但曹蒙趁机点名 希望这两位艺人来听演唱会 哈林 我的好朋友 杰伦 周董 我希望他们都过来看我们演唱会 门票我当然要安排个最好的位置给他看 看得舒舒服服这样子 他要坐哪里都可以啊 在台上 在台上放一些仪式给他 不知想念台湾艺人朋友 想吃的美食 想去的景点也都有清单 但运动健身可没偷懒 就算已经五十几岁 三人依旧能唱能跳 就盼久违的演唱会 让歌迷重回 青春怀抱 这里素预烧心于台北采访波斗 剩下来不知心念台湾艺人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